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本自民党总裁首相安倍晋三 在辅导线向马市演说时表示 没有辅导的复兴就没有日本的重申 辅导复兴对增强日本经济实力必不可少 自12月1号开始展开绝食行动的 学民思潮成员黄之风 卢彦慧以及王子岳三人 强调不会退场 希望更多支持者前来打气 又呼吁港府开启对话之门 您在感恩节前的数周内 就启动了优惠促销和打折活动 11月份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总体来说 创下了近年来同期最好的销售业绩 唯独福特和日产汽车销售仍然下滑 卫生条件差 员工工作量大 频繁加班却没有加班费 从美国起家的国际著名快餐连锁汉堡王 最近在德国陷入了形象危机 89家汉堡王快餐店被迫关门 新闻一开始来带您看到 国际结盟打击伊斯兰国组织ISIS 最新消息是 黎巴嫩安全官员证实 伊斯兰国组织的首领巴格达迪的一名妻子 以及女儿 在试图穿越黎巴嫩边境的时候 被警方逮捕 目前已经拘留了10天 黎巴嫩安全官员表示 伊斯兰国组织巴格达迪妻女 在叙利亚边界附近被捕 DNA检验证实是巴格达迪女儿 两人目前被关在黎巴嫩国防部接受询问 伊斯兰国网站尚未对巴格达迪妻女被捕 作出回应 激进组织伊斯兰国以残暴著称 当街扫射 公开斩首外国人质 不改信仰就处决 手段之凶残震惊全球 巴格达迪在上个月传出 在伊拉克西部边境城镇受重伤 疑似被联军空袭击中 美国在2011年 将巴格达迪列入恐怖分子名单 并悬赏1000万美元捉拿 新唐人记者唐媒综合报道 镜头转回台湾 总统马英就有宣布请辞党主席 愿意承担败选的责任 而有媒体公布新任主席人选的民调 称立法院长王金平的支持度 要高于新北市长朱立伦 不过国民党中堂会 今天将推举乌敦玉代理党主席 洪秀柱代理党秘书长 明年1月初完成新任党魁的补选 吴敦玉已经表明 不会参选党主席 而另外因为台北市长当选人 柯文哲今天下午3点钟 也将拜会新北市长朱立伦 而国民党中场会 则是下午2点举行 朱立伦可能会缺席中场会 好 接下来看到行政院日前内阁总辞 目前最新消息是 新任格魁将由副院长毛志国来出任 毛志国传出将接任新格魁 引发朝野的议论 有人说请副格魁接牌 是一张安全牌 也有立委说看不到改革的心意 还有立委透露 今天交通部长叶匡时早上致电表示 接获毛志国征询 希望他留任的电话 目前正在慎重考虑是否留任 香港是香港人的主场 我们担忧 但是我们全是世不担忧 是吗 甚至是不回应 香港政府没有听到我们 香港政府没有听到我们 我们不是很简单的 我们必须告诉国家 告诉国家我们需要真正的 国家 国家是我们未来的更重要 这不是只是学生行动 因为我们只是香港人 我们想救我们家 香港雨伞运动进入关键时刻 站中三指称 今天下午三点要到警局自首 而包括黄志峰在念的三位绝食学生 然坚持不退 他们绝食已经超过了40个小时 稍早有人甚至吐出了黄胆水 黄志峰希望香港民众今天晚上 到金钟广场声援他们 只要港府愿意救 是否立即重新重启政改进行对话 三人就会停止绝食 雨伞运动持续近70天 面对港府的漠视以及打压 学生采取最后的手段绝食 不过同一时间 台湾民众完成史上规模 最大的地方选举 挫败执政党 形成强烈反差 香港的雨伞运动持续近70天 港人争取的正是台湾现在就拥有的民主途选制度 台湾各级的行政官员让选民一人一票自己选 台湾的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大败 彻底失去民心 马英九最终决定请辞党主席 这次选举 人民传达的讯息 我已经听到了 我不会回避任何的责任 马英九最终决定请辞党主席 而香港特首梁振英 在雨伞运动后 支持率也是跌破历史记录 但他却不断重申 台湾的政治人物权力来自于人民授予 国民党败选后 马英九表示将立刻改革 而香港的政客权力却来自于 亲北京的小圈子选举 面对雨伞运动 梁振英表示将强势清场 一国两制的香港 原本是中共希望作为示范 用来统战台湾的一步棋 不过今年围绕香港普选的争议 被视为一国两制破产 也让港台两地的民众 都重新反思 与中共保持距离 我们可以用选票让这个领导人 懂得对权力的谦卑 而不是权力的傲慢 懂得清听人民的声音 而不是清听北京的声音 其实我们有点害怕 但是它是忽略的 民主党是忽略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里 新唐记者林兰 纽约报导 国际交情来看到 索尼影业上礼拜 疑似遭遇北韩的骇客攻击 外界怀疑 这与他们推出有关暗杀 金正恩的电影有关 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 正介入调查 并警告美国的企业 提防骇客攻击 被加州的索尼影业公司 上周遭遇黑客攻击 电脑系统陷入瘫痪 一些新的影视作品被盗 其中美国二战题材战争片 怒火特工队 被非法下载50万次 黑客还威胁将披露 从索尼窃取的秘密 索尼影业这次遭害 正值该公司将发行幽默剧采访之际 该剧虚构了美国中央情报局 阴谋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细节 据报道 索尼和安全咨询人士正调查 是否有人从中国境内 代表朝鲜实施了这次攻击 美国联邦调查局 目前也介入调查 据信调查可能部分针对朝鲜 与此同时 联邦调查局周二 也向企业界发出了一份 长达5页的机密特机件 其中提供了网路攻击 所使用的恶意软件的技术性细节 FBA警告 电脑一旦中了这类恶意软件 就无法取回任何资料 但并未点出受害公司的名称 新潘记者 综合报道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每股中一开盘不久 苹果股价突然崩跌6.4% 市值瞬间蒸发1.24兆台币 短短一分钟之内 交易量就暴增于670万股 是当天交易最热络个股 华尔街在猜测原因 从大户破例了结 被油价套牢的投资人换取资金 到高频城市交易量货等 额余满天 日本国会选单起跑 首相安倍晋三振兴经济成长的努力 将接受选民检验 但最新数据显示 日本经通膨调整的工资 连续第16个月下滑 图显安倍晋成成长 与终结通缩的挑战严峻 中共科技业来台抢单挖脚 媒体报道 中共前三大欧地验场海派 已在台北市设立办事出据点 锁定宏达店华硕 宏鸡为外订单 部分配盘厂中低阶手机 以桥顶由海派代工 还挖角联发科相关研发人才 台湾的国营对中国不显创新高 金管会表示 各银行陆续展开压力测试 设定情境包括中国经济成长率降低 不良坏账提高 以及利率提高 以了解国营能够承受之风险程度 预计三周内就可完成 新台电视整理报道 接着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中共官员贪腐引发关注 国际刑警组织的官方资料 就显示 目前同期中的中国籍人员 至少有160人 下周天 日本就要改选众议院 选战在昨天正式开跑 安倍记载喊出重建福岛 更详细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五件新闻 立市挡水闸门 为您保护身家财产 立市挡水闸门 为您挡出淹水灾害 唯一经过纳利等多次台风考验 防水效果第一 安装简便 十分钟内即可组装完成 最佳的水灾保险 有备无患 安装立市挡水闸门 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电话88653797456 立市挡水闸门 老公 几号没啊 不要再浪费水啦 谢谢帮我啊 还能说 最欢乐的时光 最顶级的享受 满足长中青少幼 不同族群需求 亚洲最大海洋航行者号 皇家购物大道 精品伶俐 赤资百亿元打造 超过52项休闲活动 预定6月26 7月1日 7月4日 您一生中最极致的邮轮之旅 山富旅游 024493535 我喜欢你干净收爽 我喜欢你除臭抗菌 我喜欢你舒适透氧 Unitop 足好除臭袜 使用黑金钻除碳纤维 给您前所未有的干爽感受 黄霉抗菌持久弹性 排水透气冬暖夏凉 除臭率百分百 坚持最好环保健康 现在就上网搜寻Unitop 足好 欢迎回来 中国官员贪腐引发关注 国际刑警组织的官方资料就显示 目前位列红色通缉令中的中国籍人员 有至少160人 集中相当数量为涉贪 以及涉经济犯罪人员 究竟何时才能将他们弃补归案 也引起外界关注 国际刑警组织是规模仅次于 联合国的第二大国际组织 目前共有190个成员国 该组织的红色通缉令 可以发出逮捕令 要求成员国引渡再逃嫌犯 湖南省湘江流域多个城市 重金属污染严重 重点污染区的深污染超标715倍 隔超标最高206倍 进入12月第一天 香港基准股市指数 创2月以来最深单日跌幅 制造业疲软让市场再度担心 中国大陆经济趋环 据大陆网站凯迪小区近日发布的帖子 任职中共军队信息工程大学副政委高小燕 因涉及工程受惠案被捕 并移交军事审判 并且有中共军委总部 法际部门派遣人员到其家中 及309医院住宅搜查 据追查国际报告显示 309医院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作为医院政委的高小燕 恐生涉其罪恶 美国零售业大厂沃尔玛宣布 将关闭位于辽宁省大连市的 华北区办公室 并调整管理结构 裁员250人 以便重整事业控制成本 改善在大陆销售不振的局面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总统欧巴马可能提名 前五角大楼官员卡特出任国防部长 接替已经辞职的现任国防部长黑格 不过白宫表示总统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 现年60岁的卡特毕业于牛津大学 曾经在2011到2013年任国防部副部长 而除了卡特 其他可能的人选还包括 前海军部长理查德·弹泽 以及助理国务卿坎贝尔 而原本最有可能被提名的 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 已经表态不会转任 好 再过一个多礼拜 也就是这个月的14号 日本就要改选众议院 选战在昨天正式开跑 首相间执政的自民党党回安倍晋三 选择311灾区的福岛县与港 作为第一站 表示要让日本重回强势经济 安倍晋三强调会加速重建福岛 因为福岛不重建 日本就无法复苏 而这次众院选举呢 则被视为对安倍经济学的公投 日本学者分析 如果自民党输掉超过40席 将会威胁安倍晋三的党魁地位 不过多数媒体仍旧预料 安倍将会训任首相 美国西维吉尼亚州中北部地区 在周一经传三起枪击案 而犯案枪手指向同一人 枪手犯案后一度逃亡 不过经过警方追查弃捕后 发现他已举枪自尽 包括枪手在内 有五人重弹身亡 黎巴嫩安全官员 今天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法 指伊斯兰国领袖巴格达迪的妻儿 10天前自叙利亚越境 到黎巴嫩时被捕 被带到雅兹国防部总部 继续接受调查 菲律宾台湾时间2日下午1点 发生瑞士规模6.3地震 不过深度有634公里 正央位在布达西南方174公里 目前未传出任何灾情 英国物理学大师霍金 虽然因为罹患肌萎缩性 脊髓厕所硬化症 而行动不便 但他仍然想尝试 许多不同挑战 霍金最近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自己很想在007电影中 演出反派角色 新唐人探电视真理报道 第四届新唐人 全世界人物写实有话大赛 2号在纽约曼哈顿的 第五大道的画廊举办颁奖 警官记者李大宇人得报道 我现在呢就在画展的开幕现场 那么本次比赛呢 一共有18个国家的100位画家参赛 评委从160多幅佳作中 选出了50幅作品参加展览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呢嘉宾都已经到场 那么一会儿呢 本台的副总裁周世宇 还有本届比赛的总评委 张昆仑教授 将为获奖选手颁奖 结果揭晓获得2014年新唐人 全世界人物写实油画大赛 赢奖的是中国选手王晶的作品 以荣法中 西班牙选手皮卡特的作品 芭蕾舞者艾雷格拉肖像 中国选手李奔的作品 汉不动的正信 以及美国选手桑德拉库克的作品 依逢娜 获得同奖的是中国选手 王慧敏的作品 美丽的背后 监狱奴工产品 美国选手迈克斯福克森的 小提琴修理铺 台湾选手陈火木的作品 自画像 加拿大选手 克莱曼克万的作品 演奏不止 以及波兰选手 Light Show的作品 爱格尼斯 说在这么一种情况下 你说这些艺术家 能够捕捉现代艺术的冲击 他们能够坚持 做善传给我们的 真正那种写实的 传统的 表达的那种美业 和善的那种理念 那这批艺术家 是太了不起了 非常荣幸能够获得 这个大赛的赢奖 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个鼓励吧 我想 如果像艺术的更高峰 迈进的话 还有很长的路 所以我想我会进一步努力的 本次大赛的金奖空缺 此外大赛还设立了 杰出技法奖和杰出人文奖 本次大赛入围选手作品展 将持续到12月6号 地点在 马哈顿西43街4号 在周三和周四 都有获奖选手 现场作画演示 民众可观摩这些艺术家的记忆 并与他们交流 新唐人记者李大宇 纽约报道 今天我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日系品牌推出新型智慧 穿戴装置 除了防水 防尘等级提升 还要强化新的实用体验 好久不见的金晨武 昨天出席电影首映会 粉丝尖叫不断 今天记者会上 他也谈到 目前他人是单身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五间新闻 想拥有精心健康 环保又美好的生活吗 摧取自远古生物化石 潮细微构造的硅藻土 可吸收调节湿气 是绝佳的室内壁材 日本最新科技 专家指定使用 防潮防污除臭抗火 节能又环保 健康住宅的专家 风云国际 归早起居生活 常见的口腔疾病 主要是口腔卫生没做好 根据科技研究发现 椰壳的活性碳 具有强大的吸附分解能力 能减少牙菌般滋生 搭配汗药配方 缓解您口腔问题 本产品通过SGS重金属 集散绿砂检验 是天然活性碳 碳方结压粉的品质保证 椰壳活性碳 让您笑容在线 根据统计 火灾初期的30秒钟 是控制火灾发生的 最重要关键 小小救火源灭火器 使用水性无毒环保配方 无论家具 厨房 汽车 机车 仓储 库房 皆能迅速灭火 简单有效 细带便利 安全有保障 英雄救火不该手无寸点 小小救火源灭火器 陈珍代理经销商 台南白河台义无化城 平时龙飞凤舞取景拍摄 南二高白河交流道下 台义无化城 等你来哦 南二高白河交流道下 白河台湾电影无化城 越来越厉害 欢迎回来 娱乐焦点来看到 三年时间没在公开场合曝光 艺人金城武昨天为电影宣传 大秀国台日语 而今天他出席记者会 对外界关注他的感情世界 金城武说目前仍是单身 来看到稍早传回来的画面 那关于我自己就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 就还是一样 单身 您重回到高中生的时代 您扮演高中生跟常泽雅美 真的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您自己看的那段 不会 其实我会觉得很尴尬 但是就是用心去做嘛 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样子装起来 不会想到哪里 但是尽量做 比较尴尬的是我在片场开拍 然后碰到黑木桶 然后就看着我 他就在微笑说 你这次是演几岁啊 在电影太平伦与日新常泽雅美 有一段一国恋情 金城武魁为三年才有新的电影推出 但这期间话题不断 像是金城武树爆红 他回应媒体表示 觉得很开心 自己的作品受到关注 日期品牌推出新型智慧穿戴装置 除了防水防尘等级做出提升 产品也开发出更多的新功能 强化在使用上的体验 要来抢工 还未完全开发的穿戴装置市场 现在的智慧型穿戴装置 这是日行月异 像这支防水的Smart Watch 只要在表面呢 轻轻的点两下 就能启动Google搜寻 搜寻到你想要的东西 世贸易馆 不只语言搜寻 举番遥控拍照 语言通话 使用通讯软体传送讯息 通通都可以 再加上可以自由替换 不同颜色的表带 要来抢工 还未开发的穿戴装置市场 目前厂商所推出的穿戴装置运用 主要都还是在运动健康管理上 在应用上还有很多未开发出来的新功能 来吸引消费者的使用 各个品牌之间你自己的软体硬体 还有其他的装置 是不是能够把它整合在一起 提供给消费者一个完整 完整而且是整合性的一个使用经验 这才是Smart Watch装置 它能够起飞的时候 业者不断的开发和完善新的功能 正合自家产品优势 在智慧型手机竞争激烈的当下 抢先开辟智慧装置新战场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剑容 黄天峰台湾台北报道 最近期温奏降 有些民众喜欢吃个羊肉炉 暖暖胃进补一下 而这也让看天吃饭的羊肉业者 也急好上两成 透过镜头带您到彰化西湖去看看 阿芝 阿明 杨家等 短短不到100公尺 竟然开了7家羊肉店 堪圈西湖羊肉一条街 一点也不为过 中午时间一到吸引掏客上门 新鲜温体羊肉下锅 肉片变色后就可食用 再喝上一口热汤 让掏客们喝在嘴里 温暖在心里 第一个冬天到了 第二个这边的羊肉好吃 除了使用当归 川琼和枸杞熬煮的招牌药炖羊肉炉 这次业者推出莲子蒸羊排 让民众品尝不同口味的羊肉料理 业者表示 平常一天准备两头羊 每次寒牛来袭都会增加 三到四头羊因应 来客数增加 业绩也上羊 突然天气翻转 你觉得说生意上 你又差太多 生意差两成 应该是有吧 业者说 由于中药材一直处于高价位 为了留住老顾客 售价三年来坚持不涨价 自己吸收 希望这波寒流能够让业绩好一些 逆不过去一年大热天的惨淡生意 新航亚太电视叶锡红 台湾彰化报导 提醒您这几天要记得保暖 马上来带您看到 12月3号的天气预报 按赞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以上就今天的新唐人五件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